以少胜多的战役 都是优势方犯错误吗 大家想想 有哪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不是因为多数那一方犯错误 有这种战役吗 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肯定是对方犯错误啊 赵军不守家 所以才达成了背水一战吧 哎 巨鹿之战 对 巨鹿之战可以说是 秦军没犯什么错误 那就是向羽牛逼 普普保持变必然是错误啊 肖腰金 肖腰金其实也是犯错误 也是孙权太浪了 孙权跑到第一线 才会被张辽斩首行动 然后让整个吴军乱套 关渡之战肯定是 人多那方犯错误啊 袁绍都不守粮草了 白灯之战 白灯之战这事有点说不清楚 谁多谁少也不好讲 而且史料也太少 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的具体过程不好说 刘秀昆阳之战肯定是 敌人犯错误 袁绍之战谈不上以多胜少 以少胜多什么的 袁绍之战两边军力差不多 长平之战也说不上以少胜多 至少差距没那么大 袁绍之战可以说是以少胜多 那也是对方犯错误吧 也是联军心不齐嘛 横城之战也得算是刘邦犯错误 刘邦这边没有防备嘛 这帮人就开始天天喝酒了 天天吹牛了 虎劳关之战说的是李世民那个吗 那个兵力相差也不是算特别大呀 要是什么六万赢八万 那这就不算一少胜多了 还是得有比较大的差距嘛 玉璧之战这样都不能算 一座城你攻不下来 这个事太正常了 宁远之战 你说的是萨尔虎之战吧 萨尔虎之战肯定是以少胜多 这仗你说谁犯了错误呢 这仗根本就不能打 三丰山之战 三丰山之战确实是蒙古那边兵力更少一些 但是从战斗力的角度讲 蒙古人打赢也不奇怪 肥水之战是特别典型的 人多那一方犯错误 台湾和北之战兵力相差其实不太大 而且厚颜肯定是犯错误了 无可争议的 好像只有一个居住之战 曹操的屯田其实是奴役百姓吗 首先啊 屯田的兵都是俘虏的士兵 这些士兵呢本来也没有土地 留民 你给他块地方让他种地 还算你的士兵也行 没像石乐似的全坑了 就也算还行 如果说明屯呢 就这么讲吧 乱世的屯田 收的税都是极高的 我之前讲慕容晃有过一个什么打算呢 他也屯田 因为当时有很多汉族老百姓 跑到东北嘛 他想争的那个税啊 二八凯 老百姓占小头啊 曹操再怎么着 他也没干到二八凯 后来慕容晃他也是听劝改了 改成四六凯 那即便这样 老百姓还是得给他种地 因为那是乱世 你有地种 每天吃个四分饱五分饱 你不饿死 那就不错了 所以说曹操是不是奴役 你要在一个正常时代 那就算 你的税太高了 但是在乱世 就也就这么样了 说不上多好 但也说不上多不好 乱世和智世 它不是同一回事 那么多好